求助全国的电力工程师 这个故障搞了很多天了 没搞定 跳杂 莫名其妙的不定时的跳杂 它怎么个跳法啊 一个一个的跳 或者几个几个的同时跳 下面这些也跳 这些段路器都跳 这个一百多岸的都跳 它后边没接电路都跳 更神奇的是 这些段路器都跳完以后 全跳完了 它跳总的 这个总的是这一个 二百五十岸的空开 就是下面的分闸都跳完了 就跳它了 加过捞用保护 也不管用 这些线都是新换的 新做的 空开也是新换的 还有就是电闸 下面不接线 它也跳 就是下面的线路 都不用电的时候 它也跳 这空开都换了两遍了 以前是两批的 也跳 就是下面你不接电路 接上电路就不用电 它都跳 跳的莫名其妙 就是下面这些线路 你就带个很小的电器 或者灯 它都跳 它不管你多少岸的 63岸的 100多岸的 都跳 这些都是换下来的 这个房间的电闸 电线全换了 我这里想捕捉一些 故障现象都捕捉不了 有的时候 四五个小时不跳 有的时候半夜 一两点钟就开始跳了 一跳全跳 你看它这些电流 还都不大 几岸 漏电 整条线路 一的都不漏电 漏电电流 才1.1毫安 所以说这个电路 都是好的 电路是没问题的 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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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外面了 跳外面了 你看 有的时候 小的一个不跳 这个也不跳 它跳外面 电网的一个总杂 这里有个电表 看它跳的是 这一个250岸的空开 哥以前的情况是 礼拜都跳完了 才会跳外面 这个空开 但有的时候不一样 不是 它不但会跳这个空开 有的时候会把 邻居家的空开 也一块会跳 邻居家用的220的电 这些小炸也跳 都不是漏宝 都是空开 它没有漏电保护功能 把这个电送上 电炸也不热 不热 送上电以后 那里面也没有电 再一次 诶 送上电的瞬间 再一个又跳了 有的时候就那么神奇 关键是 它送上电以后 还能实用 都正常 但是又不知道 什么时候它又会跳 大家看线路是这么乱 是因为后来改的 不断地改 不断地换 以前跳得比这还神奇 就眼睁睁地 看着它自己啪啪在跳 我来了以后 往这一站 它反而不跳 我离开一会儿 它就跳 也说这电闸 电线都是新的 它为什么还跳呢 下面用电器 就开个灯 它也跳250岸的空开 我只要是往这一站 想看看它跳闸的现象 站了六七个小时 它不跳 我一离开 它跳了 就像有人故意看着搞破坏一样 这是有一次 晚上出去吃了个饭 回来再看 它就是这种故障现象 它没法营业 白天还好一些 下午四五点钟以后 就偶尔会出现 有的时候严重的是 一会儿就出现 一会儿就出现 我想捕捉一些 异常的故障现象 没有 这种是不是得需要 电能质量检测仪来 来捕捉一下 现在求助全国的 电力工程师和同行 一起来深层地 分析一下原因 装修的师傅来麻烦了 装修装到一半 这些插座都用不了电 怀疑是插座电路短路 把插座拆开也没发现问题 这里要准备换线 关键是现在厨房的线路也是 它是开油烟机也跳 用电饭宝也跳 用啥都跳扎 那就看一下跳的哪个扎 在门口有个配电箱 业主说只跳那个总扎 它是跳下来是吗 对对 整个跳下来 整个跳下来 只跳这一个是吗 只跳那一个 别的都不跳 分扎不跳光调总扎 对不跳 然后也没有规律 不是说你用什么电器了 不定是来跳 这个电路没毛病 有时候露电电路有问题 它会跳下面的这个 嗯 上面这个得换 你说对左上面那个是吧 都说糊了 要么说你闻到一股糊而已 是吧 嗯 行你看看 该换哪个 电箱这样看还是没问题 嗯 不会说里面 墙里面泄露短路 不会不会不会 不是不是墙里面的电线的问题 没墙就丑死我了 那就准备换掉这个种子 看是不是它的原因 断开总电拆下电闸 嗯 这就说糊了 它续节发热可热了 对 我早上去试烫人了 早上去试的烫人 嗯 就是你用个电器它就可热了 嗯 然后没太用 就稍微别热 嗯 稍微别热 换一个 都紧一遍 都紧一遍 一般我拧螺丝都是咬着牙 我千万把螺丝给拧滑了 我也得洗进进 这个 这要是人干的活 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这可能有点舒服 嗯 都会 都会有舒服的手 嗯 那一块给你掐起来 把胶 胶在那一块掐起来 重新就是拔出来新鲜的给你压上了 嗯 把这个顺先掐起来 再拔出来新鲜压上去了 潜阳保护300伏啊 应该220的啊 过潜阳保护选220的 它就是防止确林压以后啊 收电器 收回你电器 那这个你够换一个 一块 这个没有 这个得 存衣满 现在可以送电了 它总是断电跳涨的原因 是因为这空开虚接发热导致的 好了 这样我就完成了 这次电路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一 二 三 听说过三家的电闸 一起跳的吗 这个就是 哪个是你家的 这个 502是你家的 反正一跳的话 就拐着 102 102跳 还有 202也跳过一次 你基本上都是 跟那个102一块 一起跳 嗯 它 我就因为它是 7点半到8点这个点 不是吗 嗯 我就怀疑 因为一楼市 它是合租房 嗯 我怕它用那种 就那种 不合规的小电器 电量一大 可能 它一佩余一用 就跳 半夜跳 对 半夜跳过 然后 早上也跳过 下午也跳过 晚上 八九点也跳过一次 所以晚上是九点 跳了一次 对 然后我下来 河上了 这个好像应该是 看看102的地下室 给它们卸下来了 对 对 供电的 在三家一块跳 一跳一块 跳的像像 少见哦 202还少 反正就是碰着一次 但基本上都是 和102一块跳 然后河上 经过水 这么潮湿了 哎呀 去 到过这 啊 到过这 哦 这里都经过水 这下边 前年 大前年 哦 水老深了 对 反正是水挺深的 哎 到这 叫外 那就测一下吧 或者是 你家能断电吗 你断响了 我拉一下 我现在家里 就开了个空 那测一下路电吧 测一下路电 他一跳 别人一块跳 这就奇怪了 对 现在就是 我是 应该不是我们家跳 嗯 是应该是102家跳 然后带着我们家跳 哦 哦 他们家跳 带你家跳 嗯 特别说不过去 对 这不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吗 哦 好好 这不就没电 哦 嗯 漏电啊 你家 漏电吗 漏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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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下雨以后 这一潮 更严重 是这个意思吧 就最近才跳 这两个月跳的 但之前还没跳 最近这两个月下雨 现在多厉害 你看地面 你看 哦 它就一直潮 那就把地下室 这两个线拆下来 我现在给它剪上 嗯 嗯 它家会好一些 家好一些 看地下室 测地下室的两个线 哎 地下室的线不好 家里呢 没事是吧 家没事 家还行 嗯 这个 嗯 人家要是不用地下室的线 不行的好一些 这几家地下室的线 都走得一个滚 看一下它家地下室 这个 嗯 什么叫做 哎呀地下室的线都不行 对吧地下室的线 嗯 嗯 哎呀你们地下室的线都满了 地下室的线 嗯 102的地下室线也不行 这个也不行 因为它是从油管穿下去的 你看了吗 它们之间你可以测一下 对吧 火一火 嗯 你看啊 它们家是红线 102是绿线 202是黄线 它们的火线都是对地漏电的 就形成了一个那个 形成那个 形成哪个呀 也就是说这个线在地下 会不会灵火之间 或者是火一火之间 发生短路 就会造成两家或者三家同时跳杂 因为这些线在地下都是不绝缘的 所以会不定时的出现问题 跳杂 我建议 我建议您是走明线 因为你们几家的线 都是从这管下去的 你换不了线 走明线吧 这线废掉了 这样它们家的主线可以送电 然后再去它家里测一下 家里是不是有漏电的地方 可以看一下 能测出来 对主灵线 这一路是轻微的摆动的 其他线路都没问题 也就是说单独测量这根主线 往家里走这根主线 这样测是不漏电的 主线还行 这样这个总是跳杂的原因就找到了 最后给客户的地下室 走了一路明线 好了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个电路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